来,老师来看一下陈宜宜的问题 他问说这个蒜头,因为他是新手 所以他想要问老师一些问题 他说蒜头呢,蒸多久? 这算是蒸了后结果的期间 那一般说什么楼头楼头 要说是楼头呢,这个瓦关它又是新做什么款 另外一般我们是胖,放胖水和胖料 押在土面,它的根筋吸收会有差异性吗? 这个可以这样说,蒜头差不多六个月 我们头季月,头季月有可能是六个月到 一般来说在铁都是铁六个月 但是不是全部啦,不是一定有时候 一半天可能他的这个 你蒸早 比如说你蒸早的时候 蒸了可能15天以后 才出的 因为你蒸那个时间太过早 为什么要蒸早 那蒸早就叫无缘吗? 现在要蒸蒜头 因为我们台湾 这又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全世界在蒸蒜头 用人蒸的 存不贵的国家 这里面一个很先进的国家就是我们 我们这里先进的国家 我们又用人在蒸蒜头 我把那个相片大陆人看的时候 他们 他真的是 真是精为天人 哇 你台湾很好 各位还可以用这个来蒸 因为帐没钢塘好蒸 大陆帐没钢塘好蒸 连阿根廷也一样 阿根廷又用外劳 也没钢塘好蒸 所以他们现在 因为我们在蒸蒜头的时候 我们要要求 要固定一个方向 很劣 它的蒜头出来不够弄 他会很漂亮 但是在钢的一个科量上 现在其实全世界 可能存不少的国家 如果是大量在种植 像中国大量其实很多都是已经利用这些基骸 保重 就在这种基地点 好 要不然就存在好 这有时候也是一个习惯上的问题 我们用人蒸 所以变成要稍微 因为基骸速度较快 没办法 我们不需要用这种基骸来蒸 所以我们就用人在蒸 所以有时候你蒸那个时间 但是一般来说就是大概180天 我们在捏 就是捏差不多百八天 有时候要到百九天 一百九到两百都有可能 所以就是说基本上就是 起码差不多要有六五月的这个时间 大致上是这种的一个经营 所以德索我们蒸下去后 如果是正常我们现在说的就是 为公国座进行十天退后十天 大概这个季节 就是说差不多是寒露那时候蒸的 大概在这个光复节前十天后十天 一分淋做基準来说 这个时间你如果蒸下去 差不多两个月左右 就有两个半月左右 那时候这个在两个半月六十天 两个月到两个半月 这个里面这个时间 我们一般就是把它分装 这个生育初期 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没想要大 这个虾子一虾一虾看来 其实他没想要吃肥 这个时候他的筋还很脆弱 慢慢大 他靠他的那粒球 他的那个时间 他的这个 这个 波波或是怎样 他慢慢大 慢慢大 这个时间其实他没吃很多这个肥份 这个我们 很多这些好朋友知道了 就是说有正算头盔你就知道 但是他等到那个補去的时候 大概五片叶子到六片叶子 基本上是横台及五片叶子 会額逗晋此后 大概还 incitむ 合赐帖的还肯逗晋 这个时候很窮 他十足 天气涼凉 北风有下来 差不多十一月中的時候 這個北風下來 現在開始翻涼 打打涼風 涼風把它吹 大概十一二月 他在大海速度很快 這個時間我們同時就是生育中期 這個中間也差不多要兩個月 大概需要再兩個月 所以你國約的十月前 差不多十一月 十二月 差不多到 這個 這個生育的中期就是到現在要大餐 所以當這個跪了 一般來說我們是在台灣的這個規制 所以大概差不多要跟兩國半月 所以 大到這個地方差不多要到五國月 這個中間就是兩國半月 兩國半月 我們先這樣簡單分 當然是 買了這家這時間是大約 但是就是說差不多五國月裡面 四國多月到五國月 不會超過五國月 十一萬元到那時候都差不多要落定 所以那個時間就是說 頭前兩國半月是這個 發育的初期 再來我們就是把他做中期 這個時候他大量在大 那時候要讓他胃口 一定要讓他吃得到 這個通常是 再來就是跟兩國月過了 已經到 這個 當這個 到清洗的時候 開始就落頭了 其實有時候會比較早一點 所以 譬如說在差不多 當這個過了 一月那時候 當這個過了 他就開始要落頭 那落頭你看得到 所以我們說落頭就是 進去掉到他的這個結球期 然後就說開始的 正正這樣 所以我們來算清 拚這個清算 我們大概差不多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去 要他在落頭之前 我們就要修正這樣 不然他有那個頭就不好 那個形就比較難看 所以這大概是這種 所以我們說的這個落頭 這個 如果說 這個落頭 差不多就是在這個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大概就是 為栽培 你如果是適當的這個時間 大概就是在四個月 四個月一般就是一百 一百四十天 一百二十天以後 比較不可能 一百二十天就是四個月 所以 差不多要在四個半月這個地方 四個半月這個地方 還要在落頭 但是有時候你種比較早 這個不一定 種比較慢 會比較早落頭 因為 這個落頭和溫度 和這個日照 有一點點的關係 所以這個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 你看大概四個半月這個中間 做一個壓縮 他就看到有時候 我們會說 啊 今年這個 太過頭燒熱 燒熱 他就繼續大 他就 照說改冷的時候 他要冷 他不在落頭 所以今年呢 他不在落頭 他不在落頭 意思就是說 他比較不會結球 因為比較不會結球 所以你在落頭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的肚子 那裡就有稍微微微微微微微 你看得到 看起來 那個肚子滑下去 那肚子滑下去 那肚子滑下去 所以這應該是很容易去看 但是有時候你看他的 他的缺客 一般我們在看 就是看他的那個滑下去 就差不多已經就是表示 要落頭了 他的那個成熟度 已經有夠了 這樣 所以這大概 我們可以去 知道 這是一種情形 第一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一般在洗肥的時候 放肥水跟肥料 他會在這個土面 上面 他自己吸收 這兩塊有什麼差別 這當然有差 就是說你用放肥水 就是他溶在水裡面 對不對 你因為在水底 他直接這個 肥的毛細現象 各種的 很均勻 很快就散開 肥料是沒辦法自己跑的 他就是溶解 我們說的就是 硬碎水底 他有辦法 就是你用乾的 土中裡面也是有水 所以 你如果說 就在這個土甲林的時候 你都在土中館上 土甲林很乾的 所以這個水底 也沒有肥料好吃 問題是賣 比如說像 乾人的時候 你看他很乾 是這個 雜案有漏水 漏水的肥料 就會吃一點水 他就油 油一點下去 就丟下去 油一點下去 就丟下去 所以為什麼 我們用 壓壓壓 比較多 這個原鹽壓在土面 就是說 就在單漏水有溶的時候 還是說我們鹽水 它會輸去 它會比較油 所以這種的 這個 最主要也是這個溶解 剛才這個問題 所以 這個吸收當然是差別相當的肥料 你壓在土面 通常比較不會去相當 就是說 他如果沒有漏水 沒有漏水 要怎麼相當 對不對 所以就不會相當 但是你如果是這個對水灶 對我們說的 水肥對水灶 對水灶 他就很有可能去相當 因為 因為他漏在水底 因為在水底 他當然 這個 就很容易 因為在水底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 他的EC就很高 他去減到 因為他都全部因為漏水 但是EC吸收來說 應該就是這個 用 這種 對水灶 當然你對水灶 那個位置 譬如說你 栓子很細長 你栓子很細長 他的筋也很小 其實栓子很小 但是你對水灶的時候 你只走在這個 高低這次吃的時候 那還很痊癒 這個肥也不一定有辦法溶解 所以有時候各有各的利弊 但是就是說 他現在的這個概念來講 都是希望說 堆在水裡面 讓他 他比較容易來把這個吸收比較爽 但是因為這種很容易去相當 就是因為我們習慣落很重 因為我們臺灣的肥美白昂比較熟 所以我們在 依我們的這個收集 跟我們肥料的這個價格來比起來 譬如說 在這個中國大陸做一天 做一天 他可能 他現在的這個工資 不要說 原海這坪的 你如果是說 用原海這坪 他一天 也是差不多一百五 最小的 粗工 那種黑白做的 不是很累的那種工作 譬如說 做這個水泥工 這個 有那麼多空襯碗 我一天問 五百塊 五百塊 一天 五百塊 吃兩餐 老闆要給他吃兩餐 五百塊 這樣 五百塊就兩千塊了 兩千五啊 要夠 比較暈 不像兩千五 那是一般的工 大概大概就是在兩百塊 兩百塊差不多九百一千 吃兩餐 他們的 這有吃飯不吃飯 就差一頓 也對 你就知道說那個工 但是他們的背料是我們的兩倍 兩倍的這個價格 一工錢比我們比較熟 但是你原海 還在裡面 離開原海這個地方 比較濕去 譬如說日山 你們那裡有時候 我問 他們一天差不多八十塊而已 八十塊 在這個 銅鑼 還在一小時的車頂 這樣問 外面 兩百 對不對 裡面 存八十 裡面在做的工作 一天 一個人的工 一天八十塊 八十塊就差不多四百幾塊 所以他們 他們的工會比較熟 一頓一頓 和肥料 比起來 所以他們 在流肥的比較少 他們的肥真的很貴 所以這大概是這個差別 因為 有時候我們在營 就是說 這個 吸收消費有時候很難去比 有時候 這個 沒有運動 流肥的時間 你把他流肥 你說他不會吸收 那一頓就沒有在吃 你讓他吃 像我們蒜頭 在差不多五片 那個地方 比較大量的吃 你賣錢 沒有錢 賣錢 那一頓就撞了一堆 我的效益 不是說只肥料本身 還有做不成長的那個期間 我們稍稍在說 煩賣 落百歲 這個工費 放手 這三個時間 這三個時間 你不去熱 你亂不去熱 都熱熱 說那種肥沒有好 其實腳是肥沒有好 是我們熱的那個時間 不對 所以有時候 這個吸收的效率 到肥本身以外 其實我們熱的這個時間 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讓你收了解 大家不知道有回答到 你的問題 不然盡量 這樣 你呢 我可以說 小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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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你聞過甚麼 還要 小燒 我會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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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你